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独自带着她 有没有什么本事 靠着非法收入 勉强让她裹付 外面还欠着八万外债 无力偿还 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 常年回不了家 每当跑债着暴力的砸门时 陈念都躲起来不敢出声 窘迫的日子毫无希望 唯一跳出的方法就是考上北京大学 她日思夜想的美好未来 就是还清家里的欠款 之后自己在北大读书 妈妈在校门口开个小店 母女二人过上平静安详的生活 高考即将来临 高三的学子们安静地坐在教室复习 这时意外发生了 同学们突然接连奔出教室 警叫声此起彼伏 有一个叫胡小蝶的女生跳楼自杀了 即将迎接人生曙光之际 这样的悲剧实属惋惜 令人愤恨的是 围观的同学都是一副看热闹心态 冷漠地举起手机拍摄 只有陈念上前用自己的衣服 为死者遮羞 胡小蝶是不堪忍受校园欺凌 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明明再熬一个月 就能迎来人生转机 正处花季的青春 就这样凋零了 可欺凌者三姐妹却春风得意 丝毫不感到内疚 陈念因为被警方录了口供 被三姐妹怀疑为告密者 尽管他什么也没说 却成为三姐妹新的欺辱对象 座位上被倒满了墨水 同学们却装作若无其事 陈念孤立无援 只能默默忍受这三姐妹的欺负 即使放学后也仍被纠缠 这天 陈念放学回家的路上 看到三个小混混 在欧打一个少年 本想报警干预 却将自己也牵扯进去 钱被抢走 手机也摔坏 还被逼迫亲吻被打的少年 就这样一个优等生和一个混混 命运交涉 两人就这样结缘 少年叫小北 爸爸去世的早 13岁时 妈妈抛弃了他重建家庭 只留下了一件拥挤 有破旧的房子 小北就开始辍学 四处混迹 得过且过 逐渐长成为一个不良少年 学校里 自从三姐妹盯上陈念后 他平静的生活便被打破了 他们将陈念妈妈欠债的消息 在同学间广为流传 陈念的自尊心 受到了毁灭性的伤害 周围的讥笑和轰闹 让他恨不得立刻从世界上消失掉 即便是这样的凌辱 弱小的他也没有选择反抗 只是哭泣 默默承受 这让三姐妹的欺凌 不但没有停职 反而越演越烈 体育课上 三姐妹用排球砸他 楼梯上被狠狠推下 弄得伤痕累累 在衣物室 同学好言忠告的一段话 让他意识到 自己的懦弱表现 和当初的胡小蝶 一模一样 方如剃壶灌顶 陈念鼓起勇气 报警举证三姐妹 曾经对胡小蝶的欺凌 经过调查和证实后 三姐妹被停学了 但还保留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陈念感到失望透顶 社会的冷漠和宽容 给予了失害者最大的底气 如何能指望可以得到保护 在和妈妈的通话中 妈妈的一言一语 都让陈念感到心酸无比 止不住地偷偷唤气 却不敢让妈妈知道 为了让妈妈不再用假面膜 不再害怕催债 光明正大的回家 她必须熬过这最后一个月 以最好的成绩考到最好的学校 这一切煎熬就全都结束了 但三姐妹可没打算放过陈念 竟独在她家门口守株待兔 他们拿着套提着一龙老鼠 陈念见到他们 如同耗子见到猫一般拼命地奔跑 不惜躲在臭气熏天的垃圾箱里 才逃过一劫 陈念有家不能回 于是就来到了小北家 将身上的臭味清洗干净后 热热地问小北能不能保护他 于是小北让他写下一张欠条 答应保护他的安全 第二天小北跟着他一起出门 以后的每一天 小北都履行着守护的约定 为了避免他被同学说闲话 小北始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 一前一后风雨无阻 他去哪里小北就跟到哪里 甚至还暗中找到了三姐妹中的大姐大 警告他远离陈念 从此陈念再也没有见过三姐妹了 放学后就住在小北家 这里成为了避风的港湾 有小北在的地方 就不会受到风雨的侵袭 这天小北被当成强健的嫌疑人抓进警局 没能拒接陈念放学 三姐妹趁机带着一帮校外人士来报复他 一边残忍的欺辱 一边拍下视频 陈念恐惧不已 但无处可逃 任由课本被撕碎 衣服被扒光 头发被剪掉 这时楼上扔下了一个酒瓶 大喊干嘛呢 报警了 陈念才得救 小北到家看到陈念伤痕累累一扇蓝绿 粘贴着被撕碎的课本 顿时怒不可遏 抄起家伙就要冲出门 陈念一把抱住他 对失控的他大喊道 你把他们给我杀了 小北意识到报复并不能解决问题 便冷静下来 帮陈念把七零八落的头发修剪成整齐寸头 随后把自己的头发也剔了 无限自责 没能保护好陈念 高考终于到来了 陈念进入考场 小北就站在家长群中 考试的过程很顺利 但这天还发生了一件重大新闻 一个他方处挖出了一具女尸 这具女尸就是三姐妹中的大姐大 随后小北的哥们被抓了 一位凶手借用他的车装运尸体 于是顺藤摸瓜 查到了小北家 没有找到人 又来到陈念家 先将作为闲人的陈念带去审讯 由于无法证明他当时在场 就暂且放他回去考试 并挨派了两个警察监视着他 陈念考完回家的路上 被小北半路截住 小北锁上一扇铁门挡住追来的警察 将陈念带到一处废墟 原来真正的凶手 不是躲藏在暗处的小北 而是行在光明下的陈念 那天大姐大来找他道歉 陈念失手将他推下楼梯摔死 小北处理了尸体 并伪造了自己行凶的痕迹 有意替陈念顶罪 他烧光了家中所有陈念的物品 伪装自己和陈念互不相识 引导警察以为自己是长期跟踪 并想要猥亵陈念的变态 而现在就是向警察证明 自己是强奸犯的时候了 警察突破铁门 正好看到小北施暴的一幕 陈念答应小北不暴露自己 迎着光明活下去 所有的黑暗都由小北来背负 他们的掩盖并不是毫无破绽的 审讯的警察看出了两人都在说谎 但小北死咬着自己就是凶手不放 高考成绩下来了 陈念以632分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未来一片光明 但脸上却没了窃心的笑容 审讯的警察后来又找了他一次 告诉他小北被判了死刑 陈念崩溃大哭 熬过了高考 但以后伴随着阴暗秘密的余生 他能够熬得过去吗 那份愧疚他背负得了吗 画面一转 陈念和小北一起坐上了押送警车上 他放弃了美好前景 以自首换小北自由 由于是遭受欺凌和伤害而过失致人死亡 只判了四年 四年后 陈念成了一名小学英语老师 而小北依然跟在他的身后 守护着他 电影到这里就讲完了 这部电影直指了社会上最受关注的话题 校园欺凌 这一直以来都是全社会所痛恨的 欺凌造成的身体上的创伤可以治愈 精神上的创伤却会相伴终生 电影中 陈念所遭遇的对待 相信每个观众都会震惊不已 可这样的事情 却仍在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 无时无刻地发生着 而让人感到无助的是 当被欺凌者勇敢站出来时 冷漠的社会往往无动于衷 直到受欺凌者被逼到自杀 才仅仅只是对凶手做出停学的处分 陈念就是因为求约后得不到有效的回应 凶手仍然被放置逍遥 在最终酿成悲剧 搭上了自己四年青春 这份无奈又到何时才能有所改变 电影的另一条故事线 是陈念和小北之间的羁绊 两个同病相连的人相互取暖 构成了彼此阴暗世界里的阳光 陈念也是幸运的 虽然生在沟渠之中 却有个少年不惜一切地送他走出去 即便自己满身污浊 也要让他干干净净 向着阳光生长 自己只是远远地跟在他身后 看着他成长 一个是梦想着考上北大的好学生 一个是得过且过的小混混 两个相差如此之大的人 却产生了如此深刻的羁绊 愿校园七零不再发生 也愿每个善良的人都能够被善良以待 喜欢看我解说的小伙伴们请关注 这里是小豆豆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